大家好,我是小慧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复古尔式 只要分为两部分 首先编织主体,最后进行组合 具体的请看我演示 线材是两个牛奶棉和1.25毫米的勾针 首先做第一部分主体 开始第一行,先打一个活节 按顺序做42个锁针 第一行,42个锁针完成 开始第二行 再倒数第三个针目 按顺序做40个中长针 第二行,40个中长针完成 开始做第三行 先做一个锁针为奇针 翻转支片 按顺序做40个短针 第三行,40个短针完成 接下来做第四行 先做两个锁针为奇针 翻转支物 第一个针目做一个中长针 第二个针目做一个中长针加针 接下来我们按照一个中长针和一个中长针加针的编织方法 共做二十组 二十组化验完成 第四行共做了60个中长针 开始第五行 先做一个锁针为奇针 翻转支物 再按顺序做两个短针 再按顺序做两个短针 在下方针目做一个短针加针 接下来我们按照两个短针和一个短针加针的编织方法 共做二十组 二十组化验完成 第五行共做了80个短针 开始第六行 开始第六行 先做两个短针为奇针 翻转支物 再按顺序做三个中长针 在下方针加针 在下方针目做一个中长针加针 接下来我们按照三个中长针和一个中长针加针的编织方法 共做二十组 二十组化验完成 二十组化验完成 第六行共做了100个中长针 接下来拉大线圈进入断线 第一部分主体就做好了 那最后呢做第二部分 将它们进入组合 再来拉大线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的复古尔环就完成了 那大家非常的大方得体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慧 我们下期见